面对来自中国和泰国的进口蔬菜强摊 本地蔬菜价格硬升下跌 让菜农苦不堪言 曾经出任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的沈志勤指出 包菜的生产成本平均每公斤1令吉60仙 而原本每公斤4令吉的售价 如今已经跌至每公斤1令吉80仙 逼近生产价令菜农血本无归 沈志勤在脸书发文说 来自金马轮的菜农到访他的服务中心 向他反映有关本地菜农因为进口蔬菜抢摊 而蒙受巨大亏损 他认为虽然菜价下跌确实有利消费者 但也影响了菜农的收入 沈志勤提到有传闻指 中国一家大型企业在我国开设公司 直接从中国进口蔬菜在本地出售 他认为这些大型企业资金雄厚 能够控制进口供应链 甚至可能慢慢地接管我国的蔬菜领域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本地菜农可能将被迫退出市场 这也将影响国家的粮食供应 沈志勤呼吁农粮部以及相关部门 解决问题 避免过于依赖进口蔬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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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顶目链 入口蔬菜